拼一枚钱币是一段历史 点个关注学习知识不迷路 宣德通宝开驻于大明宣德八年 1433年 约驻行十万贯左右 约一亿枚 前提后众全部为宿备平钱 宣德通宝自己没有永乐朝那样的刚毅 更多了一些人宣知智太平江山的雍容 明宣宗朱瞻基是名人宗的嫡长子 于明成族永乐九年 1411年立为皇太孙 永乐22年 1424年 十月立为皇太子 宣宗于明人宗红夕元年 1425年即位 此年改元宣德是明朝第五位皇帝 宣宗在位十年享年35岁 续岁37岁 在宣德时代明政府的货币政策 依然偏重于推行纸币 大明宝钞 而不重视筑钱 直到宣德末年才开始筑钱 宣德八年 1433年 京师公部下属的保元局 驻宣德通宝 宣德九年令南京公部并浙江 等部政司驻宣德通宝铜钱 宣德通宝的体系沿袭名城组的永乐通宝制度 材质为青铜仅有小瓶钱 前背面无纹直径大约25毫米 重量大约在3.5到6颗之间 由于驻地的不同 宣德通宝仍然存在一些细微的版本区别 其中最有名的为省音宣德 极面文宣德通宝中中的 德字少写了新字上的一横存实量很少 在宣德十年 1435年 正月初三 英明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 因此宣德通宝 实际止住了不到两年就停止了 因而铸造量不会很多 欢迎各位权友在评论区来分享讨论 您与股权的故事 感谢观看